HELLO 大家好 我是彬德 今天算是过年前的小闲聊吧 而毕竟人生还是要点盼头的对吧 那刚好也有人想要聊聊2023年期待的手机作品 那就顺带来简单走个过场 也给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那因为本次并不是评测项 所以不会去过度探讨游戏厂商等状况 而实际上好不好玩 还是要等到实测的时候再说了 而毕竟只是期待的作品 今年会不会上线 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那第一款 没错啦 一看就知道 就是很多玩家期待已久的 崩壞 辛雄铁道 维米还要开发 游戏是回合至RPG结合相停式的探索玩法 作为一个原神小玩家 多不起待也是骗人的 美术靠自家这几年打下来的基础 外加一定会堆好堆满的剧情人设 还有刀 在二次元冬度上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而中国方面也在前几日拿到了正式的绑号了 所以今年的全球公测应该是非常可能的 再来 绝屈灵 这之前也蛮多人留言问的 一样是米家出品的作品 游戏主打动作结合漏割玩法 还有一些小地图的探索 凭借去年的一车内容 那个超高的完成度以及战斗体验 获得很多玩家的极高评价 不过客经典跟长线经营内容上面 目前还不明朗 毕竟养成机制在结合漏割元素这点 弄不好的话真的是会变成割裂式体验了 不过这款大概率会拖到2024年之后了 所以可以先放着等二测之后再说吧 再来 明朝 为战双的开发商酷弱游戏开发 是款动作类开放世界RPG 依照过往作品在动作战斗的追求 这款在该有的动作元素机制上 应该不只会齐全 而且还会在更往上的拔高 所以战斗门槛应该也不会太低 就去年推出的0.5车来看 内容量还远远不够 而且还有很多需要打磨的空间 希望到时候上架不会让人失望吧 再来 施路德 B站旗下公司开发的美少女弹幕射击游戏 虽然是目前手游上少见的3D空战玩法 但想到B站的上一款爱塔纪元 就不免令人瑟瑟发抖 而当看一测方面 比较偏向各种技能施放对轰 反倒少了一些闪躲操作体验 而虽然导入了一些天气跟元素机制来增加趣味性 就等到时候实际操作 然后结合剧情跟养成来评估了 但如果课经给太坑的话 大概率又准备加入二次元的粉厂了 再来 来谷迷心 开发商为荣源网路旗下的工作室 而腾讯为投资方之一 听上去就令人害怕 游戏为回合自家战棋类的SRPG 这款当时是因为美术方面真的很突出 实在很难无视它 主打传统文化以及文物拟人 就目前的画面展示上肯定比之前那款奇增物也好非常的多 而台版目前已经过了好几册了 已知目前明显的短版就是剧情上没有配音 这点让我比较担忧 那有幸刚好最近有收到内测试玩的邀请 那大概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吧 到时候就看实际玩起来是人是鬼了 不过顺在一提台版代理是小萌 啊该不会又是 再来就是重返未来1999 由深蓝互动开发 也有腾讯的投资 还真的是离不开那只 呃啊 游戏为卡牌养成的回合自玩法 但老实说战斗玩法上比较一般般 就是七大罪那种消除融合的类型 主要还是英式配音跟美术方面很吸眼球 就看剧情塑造上能不能留住用户了 等上架后再来评评吧 再来火环 由月龙银网路开发 其中含有碟子的小小投资 感觉上就很稳了 为横板像素风动作游戏 战斗为可亲人输出的小队机制 并且还具备一定量的地图探索跟解谜 单看目前PV诚信的质量已经非常高了 去年仅有一次小规模的内测后 就没有太多消息了 不过这种未知的事物啊 特别令人期待 再来 持续成详 由天地网路旗下的团队研发 这件就是过往开发什么 奥奇传说食物语的厂商 游戏为战旗类的SRPG 相近的玩法就是近期类的钢链M那套 主要还是看策略平衡做的行不行了 还有一问题就是目前剧情太过于迷语人 为了烘托剧情人神秘感 套上了太多无意义的遮罩 如果公社还是没有改的话 我只好让他去跟非匿名指令当好朋友了 来来 白金回狼 开发商为上海竹龙 过去曾经开发古剑集团系列 而该公司 也有腾讯的一小叫 游戏为塔房结合RTT玩法 在战斗期间也可以跟场地物件互动 来改变场地的属性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策略性 人物都是主打3D建模 看上去还行 就看整体能不能跟武器一样了 毕竟护杆游戏是多多益善的 城白禁区 开发商为西山居 为美少女TPS射击游戏 只能说也是该公司对射击游戏的执念吧 目前看内测资料 比较像是一款 看上去像是射击游戏 但实际玩起来更像是法师的远程技能战斗 跟想象中的射击游戏有不小的差距 而目前养成跟完成度上都还有待改善 去年底也有收到邀请我参加封测测试 不过目前就无声无息了 有缘的话就到时候再品尝品尝了 环形女色 由艾希可洛开发 算是一间小厂吧 就是很典型的塔防玩法 但听说没有太多预算捲美术配音那些 所以剧情演出 建模跟力会方面就比较差强能力一点 不过只要能把战斗平衡做好 还是可以玩得挺上头的 就像以前那个王国保卫战一样 可以一关接着一关停不下来 Final Fantasy VII 永恒危机 由Apply Park开发 SE发行 主打剧情像的回合制RPG 我自己是挺喜欢过去老板太气的故事跟玩法 即使知道现在SE出品游戏 很大概率都是那个 那个那个你知道的 但因为情怀加持 没错 我也是个有情怀的人 这该踩的坑 还是得踩看看 另外有几款质量上不错 但很大的基于我不会长期玩 或者还需要继续等的游戏 黑色五月炒M 开发商为MIGGAN Studio 核心成员包含CEO吹载音 都来自前东家Netmarble 该公司也获得黑色沙漠开发商 Pro Abyss 260万美金的投资 而该团队在离开Netmarble前 手上开发最有名的游戏就是那个 2019年上架的 七大罪 光与暗之交战 所以该团队在还原原原作上 各位是可以尽管放心的 游戏为剧情像的回合制RPG 稍微有带一些相停式的探索机制 而当时在内测的体验上 整体的质量确实在线 除了那个抽卡跟干度上有点一言难尽 不确定到时候公测会不会二者人以外 这款上线的时候 肯定是可以掀起一番热度的 而我不玩的原因只是因为 对这款IP实在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到时候还是会做测评的 再来下一款 七大罪 起源 作为Nedmarble以七大罪IP推出了续作 为开放世界的RPG玩法 对于这IP我本身并不讨厌 漫画我也有追 但最大程度让我劝退原因 就是这个营运商 以及当时那个二之国矫情的世界 很担心这系列只是被搞成二之国2.0 所以就先观望吧 AlterPlan 由VA Games开发 SmileGate应允 一位卡来扬城的回合制RPG 而目前相关的测试影片 网络上也已经有了 各位可以在咨询找找 那这类主要还是看养成跟剧情演出如何了 如果太坑的话还是得拜拜 卡拉比丘 由创梦田地研发 路板将会有腾性影韵 一款美少女射击竞技游戏 而看得出来厂商还是有些有趣的小心思 例如可以变成纸片人 侧身躲枪级 贴墙移动或者飞行等 当然这种玩法过去也有过啦 不过今天飞评测类就不过多展开了 那我不玩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对战连麦实在太麻烦了 如果之后有PVE模式的话 我会再考虑考虑了 明日方舟终末地 开发商为阴阳脚要网络 一款只有PVE没有实际的作品 我都要怀疑这款到底存不存在了 目前看起来也是要等明年或者后年了 各位就继续等吧 庶命回响 曾宏玄丽的《命运之城》 由Dina的日常跟中国子公司联合制作 是一款于2017年立项的作品 同时它也是一个跨媒体计划 就是动画跟手游一起出的那种类型 那动画的剧情前半还行 但主要是后期的争议还蛮大的 虽然我只追的前期没有继续 但在查资料的时候还是被剧透了 啊 最后还是受到了伤害 但目前在美术UI表现上 真的挺有那一回事的 所以到时候还是会走而过场去闻闻看 但因为又是IP改编 可能10个里面又有9个烂 现阶段我真的是对IP改编 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啊 金盒COA 开发商为字节跳动旗下的朝夕光年 游戏为相停类动作冒险 目前也被人称为什么3D版的DNF 当看也是画面的话还行 不过目前已知的讲义上有挂钩PVP 所以很担心后期又变成那种 战力数值的打绑玩法 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 游戏游戏如果我没有提到 是你觉得很好但我却遗漏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一起参与讨论 说不定我也会加入口袋名单 到时候上架来评测一番 那有些又是那种偏向工位化式的 常规放置对战 美术又稍微表现普通的 我可能就会越过了 那还是希望市场上多点有趣的游戏 互相竞争 不要总是出一些无脑换皮 让玩家背游戏玩啊 那下支影片就是等过年后见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 期待